我們接下來要進行我們第四個單元 外部輸出路接點的介紹 那這個符號上面是使用X跟Y 我們PLC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要進行外部的控制 所以我們所謂的控制一定要去截取外部的訊號 然後經過我們PLC程式的處理之後 要去改變外部的一個驅動元件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們現在要講的XY在我們的PLC使用上面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外部的輸出路接點它的編號是用8進位的方式 來定義的 所以我們前面已經有舉過一些例子 那我們使用的接點的多寡呢 會跟你使用的主機的機型 會有一個多寡的一個差異 而且呢主機上面因為實體的限制呢 它的量其實是有限的 但是不管怎麼樣呢 我們的接點的編號呢 都一定是從0開始 所以主機上面一定是從X0跟Y0開始 但是有多少個點就要看我們的機型跟它的一個編號來決定 那如果不夠用的時候呢 當然就像我們剛才所舉的例子呢 是可以用擴充的方式呢 來增加我們的接點數 那一旦我們用擴充的方式呢 來增加接點數的時候呢 它的增加的一個號碼 編號的順序呢 不是固定的 而是依照我們 怎麼樣 連接到主機的順序 來決定我編號的大小 所以越早接到我主機上面 越靠近我主機的擴充機呢 它的編號相對就會比較少 那離我擴充機越遠 的一個接點呢 它的編號相對就會比較高 所以當我們在維修或者是整理我們的控制設備的時候呢 如果萬一你需要拆解你的 你的PLC跟它的擴充裝置的時候呢 千萬要小心 我們在裝回去的時候呢 那個順序一定要接對 否則呢 編號呢就會有錯亂 程式的執行呢就會有錯誤 那我們的接點編號呢 原則上 我們以 台達電子的這個DPP28SV2為例呢 它的主機上面 有X0到X17 那這上面因為是8進位 所以只有16個點 但是輸出的部分呢 它就是只有12個 從Y0到Y7 然後呢 從Y10到Y13 所以總共只有12個接點 那如果不夠用的話 我們要去擴充它的話呢 它的編號就會從20開始 那看你的擴充機上面呢 有幾個接點 它會依序的呢 就按照這個編號去增加 那最多呢 就是可以增加到第3期組 然後呢 這樣就是我們全部的 XY的一個接點數 那我們的輸入接點X呢 基本上我們這個接點就是要讓我們實體的電路 能夠接到我們的PLC 那訊號呢就可以透過這個接點呢 進到我們PLC裡面來做處理 那所謂接點的訊號呢 不外乎呢 就是只有 on跟off 兩個狀態 所以我們的內部記憶體裡面呢 這個X呢 就佔據一個位元 的一個空間來記錄 外部是on還是off 這樣的一個狀態 那我們的接點呢 根據我們使用的開關呢 這時候就會有兩種 一種呢叫normal open 那一種叫做normal close 所謂normal open呢 就是說我們不觸發它 不去改變它狀態的時候 它的這個電線呢 它是open的 是斷路的 那所謂的normal close呢 就是平常我們沒有去切換這個開關 它正常狀況下呢 它是 通路的 也就是短路的 那所以我們在使用的時候呢 就要注意到我們的接點 它的 它的形態是什麼 那在我們配線的一個工業裡面呢 我們通常為了簡單呢 我們就會說normal open呢 是A接點 或是A形態 那normal close呢 就是我們的B形態 那中文常常會以 常開或常臂的方式 來敘述這兩種形態 那只要我們一旦截取這個訊號呢 我們在我們的程式裡面 要怎麼樣去使用這個 位元的一個內容呢 它的次數是沒有限制的 那要注意的是呢 我們在使用我們的軟體 或者是使用我們的一個 增錯裝置的時候呢 我們這些 外部的輸入接點的狀態 是不可以讓我們透過 我們的模擬或增錯裝置呢 去改變的 因為它實際上是有接到外部的訊號 我們不能夠用一個模擬的虛擬訊號呢 來取代外部的實際狀態 所以X接點呢 稍後在我們測試模擬的時候呢 是沒有辦法被改變的 那另外一部分呢 在輸出的部分Y呢 我們是透過我們的運算結果 我們想要改變外部的一個 操作狀態的時候 我們就會送出on或者是off 那on的時候我們就會提供一個高電壓 或者是輸出一個電流給外部的裝置 那off的時候呢 就是 把這個輸送的電流呢 把它停止 或者是把電壓呢 降成低電壓 造成了外部裝置呢 的停止運作 那我們在輸出的部分呢 雖然很簡單 可是呢 我們在PLC的發展過程當中呢 我們 我們在使用的這個 接點的形式呢 有分成兩種 所以我們在購買裝置的時候就要注意到 我們買的是哪一種 那有一種呢 是屬於 推動我們所謂的 計電器 也就是relay的這種 這種輸出接點 那因為relay本身呢 它是一個 反應比較慢 所以我們叫它的反應呢 是屬於低頻的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驅動的元件 電路上面就會做一個比較簡單的設計 但是relay需要比較高的輸出電流 才能夠推動那個磁圈 產生磁場 反過來呢 因為近代的一些控制的發展 我們在控制訊號 特別是像 馬達控制上面 我們一秒鐘可能要輸出幾百個幾千個PS 來改變馬達的運動 那這些呢 需要比較高頻的一些 訊號變化呢 我們就要採用電晶體的輸出電路 這樣才能達到高速的一個變化的效果 那反過來呢 電晶體電路的推動呢 我們只要輸出 這樣子的控制訊號 所以電流上面的要求呢 相對就比較低 所以當我們在 採購 PLC的硬體的時候呢 就要注意到你要的是 計電器的形態 還是電晶體的形態 它通常是不會共存在一個 主機上面 那所以我們 藉由Y接點呢 我們可以改變外部的狀態 那我們在程式裡面呢 當然也可以 一支 無限制的去改變 Y的狀態 但是呢 使用上 等一下我們會做一個特別的說明 因為主要我們的階梯圖 它的執行概念呢 是我們在程式執行的時候 由上到下呢可能都會改變到我們的輸出 還有一些其他的記憶體 所以像我們這個圖所顯現的呢 我們要改變Y0的時候 我們的 X0的狀態呢 是從我們已經截取進來 存起來的裝置記憶體呢 去做判斷 那我們決定Y0呢 是on或是off 之後呢 並不是馬上就去改變外部的 一個 接點 而是先把它存起來在記憶體裡面 如果程式裡面呢有繼續用到Y0 它會被抓出來使用 如果沒有的話 就會等到程式 一個循環執行完畢之後呢 才會去改變外部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們在程式的流程上面呢 我們再更仔細的來看一下這個流程 我們在第一個階段呢 是截取外部的訊號 透過X把它抓進來之後呢 把這些狀態呢 全部儲存在我們的 輸入訊號記憶體 然後呢 再來執行我們的程式 那這個時候呢 外部的X雖然有改變 但是呢 我已經存起來了 所以在我程式 從上到下 全部執行完一個循環之前 外部的狀態改變 並不會影響到我內部的執行 那等到我程式 全部執行完畢 我這過程當中呢 所改變的Y 這時候呢 才會一次的去更新 我所有接點的狀態 所以我們的程式呢 並沒有辦法 即時瞬間的去截取外部的資料 也沒有辦法 在每一行程式呢 就即時的去更改 外部的訊號 那這是有好有壞的一種設計 那好處呢 就是我的 訊號變化Y呢 就會比較穩定 那缺點呢 就是它沒有辦法 即時同步的去更新 外部的狀態 或者是 或者是我們輸入訊號的一個改變 那我們程式呢 就在這樣的循環當中呢 抓取外部的訊號 儲存在記憶體 然後呢 進行程式的處理 再把最後的Y 輸出的結果呢 一次的呢 更新 我們的 接點狀態 那我們Y在使用的時候呢 要注意 因為我們的順序呢 就會影響我們Y的結果 那我們Y的結果呢 我們建議你最好在程式 只要使用一次 如果你使用多次的話呢 就會以最後一次的改變呢 來當作我們最後輸出的一個狀態 如果重複有改變的話呢 就要等到下次 程式執行呢 才能夠做一個重新的判斷 以上呢 就是我們對於這個外部接點 XY的介紹 那希望大家在使用的時候呢 要特別注意 並且了解我們程式執行的基本概念 特別是輸出的部分 你有重複使用的時候的話呢 一定要特別的小心 ねぇ 我們也請進來 Improgram